小夏介绍,这只布偶猫叫狗顺一丝不苟的狗,养了快一年 之前,小猫洗澡打疫苗,都是找杭州乾塘区的嘉心宠物医院 7月底,他让朋友带猫去洗澡 我们家还有另外一只猫,就想着两只猫带过来洗个澡 然后这只猫在洗澡的前两天脚滑伤了 医生检查出来说它不能洗澡 脚受伤得挺严重的,让我们要打7天的消炎加7天的止疼 然后加7天的清创 小夏提供的照片显示,猫的脚底有红色伤口,还在肾血 小夏说,当时猫的状态还可以 他拍了视频,猫对斗猫棒的反应还是比较灵敏的 付款记录显示,从7月24号开始一连四天 猫都在嘉心宠物医院接受治疗 每次治疗费用100多块钱 打了之后就是说第一天它还好 就是可能精神状态没有像以前这么活泼 医生说是因为吐毛球 因为它当时吐了,的确也吐出了毛球 医生说是吐毛球,我们当时就也放心了 打到第四天的那个晚上,它其实有点咽了 然后第五天的时候就是单纯的不吃不喝了 小夏后来把猫带去另一家宠物医院检查 8月3号的测试结果显示 鸡肝超过1800微摩尔每升 而参考范围在44到212 报告解读显示 鸡肝超标的原因有多种可能性 比如肾脏损伤,肾衰竭等 其中也包含了一项药物因素 括号,头包均素类抗生素 小夏提供了一张照片 说是嘉心宠物医院给猫注射的药物里 就包含了头包派同纳 然后说它是急性肾衰竭加猫瘟 打针之前它是没有吃过任何药 也没有带它出过门 排查下来你觉得最大的可能性 就是它的药物所致 小夏说,后来小猫没能救活 他去找嘉心宠物医院要说法 他们说猫瘟是猫瘟导致的肾衰竭 然后我们也去咨询了医生 如果是猫瘟的话 它不会说引起肾方面的问题 可能会引起肝脏这一块的问题 但是说我这只猫就是肾衰竭引起的猫瘟 嘉心宠物医院的徐医生 调出了当时的治疗方案 上面确实有注射用的头包类药物 头包这个东西会不会导致动物 特别是猫这个品种 会发生身体不适的不良反应 一般来说比较少的 你说过敏呢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 因为打完针我们也一般会乱宠物 就是说稍微观察一下 但是大部分说 其实是比较这种情况是比较少的 一般会眼睛嘴巴会出现这种红肿的一个情况 有些严重一点可能会呕吐 那有没有可能会发生肾衰竭的情况 这种的话 如果说你是说是我药物导致的 就是说你说过敏的话 一般不会说导致它严重的一个肾衰出现 徐医生查看了另一家医院的报告单 他表示根据指标可以看出 猫确实出现了严重肾衰的情况 不过他强调猫同时还患有猫瘟 小夏提供了另一张化验单 我刚刚开始说 我说你这个情况的话 不是说简单的 就是因为药物导致的肾衰 我说你这个白细胞 你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指标报告 我说白细胞是低的 我说你这个可能要考虑是病毒性的 他说我的药物导致 我觉得就是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 但是说导致这么严重的肾衰 不可能的 那脱水极其容易导致猫猫肾衰 小夏还对徐医生的资质提出了质疑 大众点评平台上标注 徐医生从业十年 记得在医院一楼看到了 徐医生的职业受医师资格证书 发证日期为2015年12月 徐医生回应 加上实习经历的话 大约是十年 小夏说他不要任何赔偿 只希望大家看到这段经历后来评评理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小夏 quiz 小夏